戴上招牌墨镜走下空军一号 美国总统拜登上任后首次出访中东 13号第一站来到以色列 一开场两人先大秀好交情 拜登这趟重点是要强化区域稳定 以及敦促波斯湾盟国扩大石油产量 缓解高油价的压力 但重头戏还是在几天后 要面对历史宿敌 沙烏地阿拉伯 行前白宫才说考量疫情 拜登这次去中东不会握手 不过才刚到以色列随即破功 让外界好奇会见沙国王熟时 该怎么办毕竟美国官方过去多次批评 沙国王熟谋杀异议分子 拜登主动出击 游望和沙烏地阿拉伯破冰 这可让俄罗斯不敢掉以轻心 害怕沙国就此选边战影响 恶务战争局势 拜登上任后首趟中东之旅 持续牵动国际角力 三立新国文市长报道 大家赞预议分子 也许可 这次赞预议分子 赞预议分子 这次赞预议分子 我们下机们 赞预议分子